1月28日 有网友反映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 一位八个孩子的母亲吃冷饭睡破屋 担心她被家暴 甚至是被拐卖来的 据积木新闻报道 丰县县委宣传部表示 网传说法不实 该女子是欢口镇人 1998年和丈夫结婚 有暴力倾向 因此被家人安排单独住在小屋里 据正观新闻报道 2021年12月28日 曾有网友去看望这户人家 孩子父亲董某某称 自己56岁 家里有一亩弟 平时在家照顾8个孩子 最大的孩子10岁 他30多岁还没结婚 被周围人看不起 所以想多要孩子 现在家里有7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还说 有钱没钱都得供孩子上学 至于如何多生儿子 都是顺其自然的事 一位爱心人士称 2022年元旦前 有人来这个家庭拍过视频 还有网友寄衣服 让自己帮忙送过去 发现孩子母亲有精神病 时好时坏 在一则关于董某某家的视频下 有评论称 孩子母亲刚到村里还会说英语 精神也很正常 遭到家暴后才变了 还有很多评论表示担心 呼吁大家报警 博主回应评论称 本意是想让董某某迫于压力 善待孩子母亲 把人抓了就没人照顾孩子了 此后 孩子母亲住在破屋的视频被删除 封线宣传部人员称 女方冬天不太起床 有博主突然叫她起来拍摄 才看到她头发凌乱 没穿鞋的样子 这家人是建档利卡的贫困户 八人有补贴一个月三千多元 目前当地复联公安等多部门已经进入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